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个是恶务战争以及极端气候带来的粮食价格的上涨 而这两个因素极端气候它只会越演越烈 恶务战争变成一场长期的战争 换句话说全球的经济衰退 全球的通货膨胀 以及我们不断地面对Omicron的变种 我们只能够告诉大家就是说 我们面临的时代是如何的不简单 觉得另外一个部分是关于全球暖化的部分 全球暖化的部分有好几个数字正在恶化当中 我为大家整理一下 首先今年的热浪来得早而且非常的严重 从昨天到今天我就告诉大家 难以想象印度多地的气温是45度到50度摄氏 巴基斯坦也是51度的高温 纽约时报报道这个情况至少要到6月才会结束 英国的气象局认为这个破纪录的热浪增加了百倍的机会 以前是300年一遇将来会3年一遇 就会变成一个新常态 而西班牙现在的初夏也迎来了极端的气候 现在快要接近40度左右 法国的南部气温比台湾还要高 法国的南部是35度 纽约也提前进入了夏天 极端的高温干旱助长了德州 连德州这个地方都出现了野火 美国现在统计有48个州都会面临野火的侵袭 而我们上个为大家报道的沙尘暴 在伊拉克4月有8次都是致命性的沙尘暴 而四大气候变迁的指标在2021年都创下了新高 第一个是温室气体 我们讲的排放的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再创新高 第二个是海平面的上升 第三个是我们台湾最担心的 就是海洋上头的水气它的热浪 它的热非常热的话 它的热能量就会有很多的水气 台风一来的话就是很大的雨灾 那么海洋的热量也创下新高 海洋的酸化都创上了新纪录 整体来讲我们活在一个时代 你觉得它是一个电影 这是一个不幸的一个年代 它不是不确定 它是一个不幸的年代 请看一下的关于印度等全球气候的报告 炙热的印阳正考验着人体的极限 印度与巴基斯坦四月以来遭逢极端热浪袭击 巴基斯坦四月二十九日东南部两座城市 气温高达摄氏四十七度 当地居民说这是六十年来没有经历春天 直接从冬天跳进夏天的一年 而印度西北部和中部四月连续多日超过摄氏四十度 平均气温是一百二十二年来最高 首都新德里近日更达到摄氏四十九点二度 创下五十多年来最热的五月天 印度网友戏称 德里和孟买应该已经脱离地球 变成靠近太阳的城市 各地政府提醒民众减少外出 但对于劳工这种措施并不实际 因为不工作就没有收入 而印度十三亿的人口中 有半数家里没有空调设备 脱水中暑 兵力平传 印度气象局预测 在六月雨季来临之前 西部和北部很有可能就会达到摄氏五十度 三月以来印度至少二十五人因中暑死亡 电力需求也达到了历史新高 然而印度有七成的电力仰来煤炭 但根据印度中央电力局统计 截至四月底 印度一百六十五家燃煤电厂中 有九十四家供应严重不足 八家无法运作 互存量是九年来的最低 导致多个包每天停电六七个小时 印度铁道部取消七百五十多趟 客运列车 确保后运列车 优先将煤炭从矿场运到火力发电厂 然而煤炭库存吃紧 为何不考虑进口 可悲的是 目前的煤炭价格太贵 而且还买不到 俄乌冲突使得全球能源价格暴涨 三月国际动力煤价格达到了四百美元 这是印度无法承受的价格 印度试图进口打折的俄罗斯煤炭和石油 但原水解不了尽可 拉闸限电让印度企业较口连天 无法生产 工资缺要胶负 热浪引发了新的经济危机 英國廣播公司BBC曾做過一項全球性的分析 每年氣溫超過攝氏50度的天數 從1980年代以來已經翻倍 且極端炎熱狀況發生的地區比以前擴大 對人類的健康和生活形態形成史無前例的挑戰 這不僅是一場熱浪危機 接下來還可能是能源 糧食和經濟危機 甚至可能是政治和人類的危機 也是因為過熱所至 這座50個足球場大的垃圾掩埋場發生大火 有毒氣體令居民呼吸都有困難 人受不了了 農作物也受不了 印度是世界第二大小麥生產國 俄物衝突已經導致國際糧食危機 如果印度也欠收 僵食的問題更加棘手 現在國際衛生產國衛生產國衛生產國衛生產品 這恐怕是全球都會遇到的課題 整整的夏季尚未到來 美國的新墨西哥州野火正在燃燒 截至目前超過4.9萬公頃的土地遭遇火結 大約200棟建築被火摧毀 當地消防官員表示 這場野火至4月19日開始燃燒 在高溫 強風等天氣條線下迅速蔓延 超過1000名消防員在現場進行滅火工作 3 degrees, it can b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now and sleet wearing a jacket or not. In your day-to-day life, it may not seem significant but three degrees of global warming would be catastrophic. Heatwaves, droughts, extreme precipitation, even fire. Three degrees of warming is really disastrous. 嚴格的事是,世界上正在那裡 聯合國公佈最新2021年全球氣候狀況的報告指出 去年溫室氣體濃度、海平面上升 海洋熱量和海洋酸化 四個關鍵氣候變化指標都創下新紀錄 溫室氣體排放使地球變得更熱 快速將人類推向災難 最後只能祝大家 希望您在這個時代要保持您的平安 注意所有跟Omicron有關的防疫措施 讓自己健康度過最不幸的這個年代 非常謝謝您收看今天 文青的事業主拝 圖 activism 文青的世界財 中文議長 群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